我是拉琴的嘛 当时还要去演出 所以呢 就特别注意保护我的手 戴着手套 那个手套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手套 一个皮子嘛 我觉得比那个橡手套要 肯定要结实 因为竹子硬啊 就带个皮手套 用的时间长了 皮手套有一根线就掉下来了 不小心呢 就卷到那个店居里面去 把手很不幸剧掉了 这也是一种挫折吧 这个挫折呢 就是打击很大 因为毕竟 我们讲饭碗嘛 就是你的职业 你的职业能力 是 就是自己生存的这个来源嘛 所以这个拉不了琴了 这个 而你还得去买材料 你还得去买竹子 你还得去坐车也好 坐飞机也好 到处去 呃 拜访一些名家 去寻求知识 呃 去跟各种人去交流 呃 所以当时是 应该说是非常困难 就是在土地埋的那段时间呢 呃 就是我觉得 确实是社会各界给了我们 真是一股力量 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 呃 特别是我们音乐界的这些朋友们 没有一个人 不支持我的 呃 没有一个人 不鼎立地 用他们最大的能力来帮助我 呃 说实在的一个人再有能力 他也做不了太多的事 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够 呃 总是这样一个乐团 呃 回 回 回头一看 就觉得这是一个 按照我们的音乐人说 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就是大家为这件事情 所做出的付出 就是每个音符 哎呀 这是非常华丽的 非常动听的一首歌 呃 这个乐队呢 现在展现在台上 所有人都觉得很惊讶 就是没有见过 呃 也都感觉得到 说你们肯定是 费了不少气 呃 呃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亲历者 就觉得这里边的故事 这里边的人 每个人啊 每一件作品 每一件乐器 呃 都是一个非常 让人感动的一个 这像你形容的是一个音符 组成了这样一首歌 呃 呃 这样的话呢 我就觉得呃 所有的付出都很值得 呃 真的都很值得 呃 而且我们呃 作为这个亲历者也心怀感激 呃 因为不管是观众的掌声也好 还是媒体朋友们对我们的鼓励也好 还是各行各业对我们的支持也好 呃 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温暖 啊 另外也感受到呃 就是我们这些朋友 这些付出呃 终于有了回报 是的 正是因为王团这种精神呢打动了不少人 据我所知啊 在他团里这些团员呢 至少都是硕士生以上的音乐专业的学生 并且也是一些艺术家 本人就是艺术家 对吗 呃 所以我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件事情 呃 凝聚了一些优秀的呃 呃 民族音乐工作者 呃 因为我们作为专业角度来讲啊 咱们先说业务 咱们说不说别的 就是说 你要想把这个乐器做出来之后 呃 呃 要想搬到舞台上去 呃 很重要一个条件 就是要有优秀的演奏家 去驾驭他 去开发他 去演奏他 呃 所以我非常庆幸 呃 在北京呢 一方面人才积极 呃 不管是作曲家 演奏家 还是音乐评论家 还是各方面的这个朋友 呃 真是说鼎力相助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追求一个目标 就是要成为呃 呃 民族音乐当中 一个非常有亮点的一个乐团 已经做到了 对 不仅在国内小有名气 而且已经小于国家 我觉得就是我们必须呃 中国化民族音乐这么优秀 竹子乐器这么就是有深厚的底蕴 呃 没有理由不把它做成世界级的乐团 的确是这样 呃 这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就是演奏家应该是得意双心的 我很庆幸 我很庆幸就是我们所有参加过竹乐团的人 我觉得前前后后不管是毕业分配以后到外地去了 还是各种原因啊 还是各种原因啊 呃 包括国内顶级的作曲家都跟我们一起合作 呃 作曲家更不用说了啊 像这种我提几个名字 莫凡也好 杨春莲也好 在国内都是响当当的知名的 著名的作曲家 或者从您这也走出去培养不少人才 对吧 呃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从我的角度 我首先是觉得 这些朋友们对竹乐团做出了贡献 应该真是可非常值得歌颂的 是的 所以我们竹乐团的团员呢 不仅有这样一个竹子的乐器 竹子的这种精神 君子的这种风骨 我觉得 你记得你说的太好了 呃 因为竹子在我们来一个心目当中呢 它是非常有气节的 你比如我们最艰苦的时候啊 呃 比如说快出土了 还没出土 我们开始排练新的节目了 有作学家给我们写曲子 咱们的排练吧 在什么地方排呢 就在我们家排 我们家那时候是东方购物团宿舍 两居室 六十多平米 呃 最大的房子十五平米 只会在这 只会旁边那房间里有五个人 看不见他 那就 就没办法啊 一个房间搁不下 所以两个房间同时排练 只会在那 只会那个房间的人看不见他 呃 就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陆陆续续排练了好几台节目 呃 有中外的名曲 呃 有我们中国传统的乐曲 更有很多创新的乐曲 我们的 竹翠京城这首乐曲呢 也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 项目的奖励啊 呃 就是说 应该说 呃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呃 但是离我们的目标呢 呃 还应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 我们会 呃 继续努力 王谈是谦虚了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此行到美国来的一些演出安排吗 好的 给我们预告一下 呃 非常高兴能到再次到美国 我觉得我们几次到美国呢 呃 一方面呢 是首先是把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 精彩的部分到美国来呈现 呃 特别值得庆幸的是美国朋友 第一觉得呀 觉得没 就是没想到 有这么一个竹子乐团 呃 另外呢 他们对中国音乐当中 竹子乐器所能演奏出来的 这个音色呢 非常融合 呃 而且呢 我们这个 就是音乐方面的标准的 我们确实是按照 呃 国际上的标准来做的 比如说那个定音啊 我们都是用仪器来定音的 呃 现在都是用仪器定音 都必须用仪器来定音 呃 而且呢 竹乐团的特点 因为是一种材料做的嘛 所以它非常融合 呃 非常乐耳 呃 呃 而且呢 又非常奇特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加上演奏家的高超的技艺 就能够展现出比较高的水平 呃 呃 有 有 确实有国 确实美国的艺术家 呃 赞誉我们说 说你们是 呃 国际级的 世界级的乐团 呃 啊 就是说你们这个太奇特了 而且没想到竹子能发出这样的声音 而且呢 我们这个这个音区啊 从最低音到最高音 呃 都超过钢琴了 呃 这个也是很难得的 呃 越做竹乐器 我觉得越觉得中国民族音乐的美妙 伟大 对 真是这样 呃 因为我做以前 我其实我的专业是拉贝斯的 呃 但是呢 我在东方歌舞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乐器 比如说世界各国的乐器啊 都要接触 对吧 也有我们的民族乐器 呃 现在从竹乐器的角度 我真是觉得 以某种一种材质呃 呃 来组成一个乐团 中国的竹乐团 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 甚至是有光明前景的 会有非常美好的前 未来的这样一个艺术形式 所以我们这样 在这条路上 一定会 我觉得会越走越快 的确是这样 也欢迎大家关注 这次王威团长的竹乐团 在美国费城大学 以及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 以及1月17日 在纽约花旗球场 中美高端文化交流 曹俊日 竹音乐会 这样一些系列演出好吗 我们也预祝 王威团长和他的竹乐团 在东西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上面 做得更好 走得更远 谢谢王威 啊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 谢谢